OK那這樣子單純傳輸檔案我覺得看起來都是蠻順利的 OK所以到目前為止單純的傳檔案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單純的傳檔案看起來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個EVO PLUS 970的硬碟感覺是頗棒的 那接下來我們再繼續測試一下我可能會更深入使用的方式 就是我們如果把檔案直接丟到剪輯軟體 有沒有辦法順利的滑動我們的時間軸還是它會卡頓之類的 有沒有辦法藉由外接硬碟盒的SDN.2的硬碟 直接進到剪輯軟體剪輯 這是我想要實驗的內容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這個 到目前為止我們單純的傳輸檔案都完全沒有問題 非常順利所以這個M.2 970 EVO PLUS我覺得是還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要再更深入了 來看看我可能 未來有可能 使用的方式就是我們把外接硬碟盒接到電腦裡面 直接用電腦 把檔案拖到剪輯軟體然後來剪輯我們的 影片看看到底我們播放啊還有我們 滑動時間軸到底會不會滑順呢 有沒有夠滑順啦就是有沒有辦法 直接外接硬碟盒然後透過Type-C Type-C的線 直接丟到剪輯軟體來處理影像呢 我們直接來試試看吧 把檔案拖到剪輯軟體來處理 Federal